这个我们直通的比赛今天战板结束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 也是比赛最激烈的一天 也感谢现场的观众 给我们制造这么好的氛围 所以是我们的比赛 今天打的是最精彩的一天 今天的比赛我觉得确实有很多点 让我们非常难忘 首先作为队长丁宁 在前几天的时候我们已经说了 但今天丁宁能够从女队里边胜出 我觉得他身上这种精神 确实值得所有人学习 而且不是说这一天是长期这样 从日常一直到两届的奥运会 从伦敦奥运会女单决赛的失利 到这个里约奥运会 大满贯的圆梦 包括到今天 其实我看了之后都非常感动 因为可能有些人不一定知道 这两天的时候丁宁还是有一些感冒和发烧 还是能够在第二阶段 打到最后一刻 能够这么专注这么投入 作为一个大满贯选手 在队内的比赛做成这样 我觉得值得我们所有的人学习 作为丁宁来说 有两点 我觉得要注意 一个人有点娇贵 怎么说呢 伤病还是有点多 经常感冒发烧 但是不娇气 碰见所有的困难 不管他怎么样 厂商所困难 还是伤病的困难 还是比赛当中的困难 哪怕是四年前 五年前了 裁判误判的一些问题 再大的困难在丁宁面前 我认为他都躺过来了 所以他之所以能有今天 最主要他的意志品质 他的专注力 是不是他对所有的做事的这种认真 持之以恒的这种精神 今天让我非常感动 我觉得丁队长确实 起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第二个冯亚兰 冯亚兰今天大家也看了 打出了一个超世纪的球 打得把我们男队员都打得蹦起来了 我们先不说冯亚兰 经过了多少努力 但就是到最后一刻 四比十落后没有放弃 一直追到八比十 打出一个这种超级球 我觉得这个球 至少等你老了 坐在摇椅上 可以一直快回放 看回放里边 马龙和张继柯是肯定打不出来的 陈梦也很努力 我觉得也发挥了自己的水平 中规中矩 这个男队 男队我觉得 首先还是要肯定一下高远 高远东道主 作为广东 深圳东道主的身份 能够 第二个 获得直通的名额 我记得前几天的时候 最好的机会 放在他面前 九比八 他拉丢一个 今天九比八 樊手长 拉丢了一个之后 但我觉得 那天总结完之后 今天没有再浪费机会 但是上次浪费一次机会 我感觉高远这次 真的是靠实力 直通的 是不是 而且呢 在2017至2020东京 这个直通赛 特别在今年 因为高远的出现 我认为 打破了 男队原有的格局 希望你能够 这仅仅是你的起点 而不是你的终点 而且在你身上 开句玩笑 也是说 有能力的人就任性 9比8 半高拉丢一个 没关系 我再锻炼自己一次 依然胜出 我觉得大家应该 给高远点掌声 许昕 许昕我觉得 今天的比赛应该来说 还是拼尽了全力 也非常努力 比前几天要好了很多 但是也很遗憾 最后还是 没有获得第一名 这就像 前几天 一直对你表示不满 不满 最主要就是说 一直给你敲警钟 确实大家也看到了 赢一场球不容易 作为一个纸板 第二场比第一场打得好 但是比赛就是这样 当机会把握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没有这种杀手 能够拿得住 把握不住机会的话 那就非常被动 所以我认为 许昕 能够看出你的努力 但同样看出你的危机 这四年 你做好思想准备 要不然你就被我逼活 要不然你就被我逼死 千万不能半死不活 在那儿吊着 所以真正所有人 已经开始对你发起冲击 最后周宇 我觉得也是很努力 很可惜 但今天没什么机会 特别是在最后一场 我认为应该好好总结一下 其实 把比分残住的话 高远心里有变化 也许你还有机会 但是没残住 我觉得你一直很努力 但是后边也希望 能够再有机会吧 好吧 这个六个队员 我觉得都点评完了 这几天 我们的球队 我们的教练团队 我们的解说团队 我们所有为这次比赛主办的 和在场的观众和媒体 陪伴了我们这么多天 我觉得是我们的荣幸和幸福 但是我们中国乒乓球队确实都做到了 大家都拼尽了全力 奉献出一场非常精彩的乒乓盛宴 而且通过这个比赛 我们收获很大 我们既收获了对奥运冠军的磨练 同时又收获了黑马 同时我们还收获了一些宝贵的经验 就是如何面对伤病 像极壳马龙 包括丁宁 也会出现一些伤病的时候 我们怎么用更科学 是不是更先进的办法 打造出全新的保障团队 更加为你们保驾护航 延长你们运动寿命 让你们在赛场上 更好地表现自己和展示自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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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